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正师长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来到正午好时辰 因为我常常看电视 我之前发现说 除了前面台的政论节目 那后面呢 一大堆电视台现在干嘛 第一个是主持人唱歌 唱完歌以后 卖这个健康食品 然后健康食品 现在就是那个什么 什么以前叫 龟路二闲交 现在是龟路还要加鸵鸟 然后不只是一般人在卖 然后连那个什么大法师 都在卖这种东西 我说你不是吃素吗 这种东西怎么能卖 可是就是 工具块拍摄的应该是利润不差 那OK利润不利润 那另外一回事 最近就有一个话题就是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中医师 竟然用猪砂 猪砂我们知道以前是 这个如果你在练保安比的时候 如果要用红色的话 就要用猪砂 可是猪砂据说里面有毒 那怎么会用到猪砂 那我们怎么在很多国人都喜欢去看中医 那我们看中医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吃中药要怎么样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 是知名的这个中医师 吴明珠 吴医师来现场 哈喽吴医师您好 嗨 士臣大哥好 大家好 我不知道 这个猪砂这一味剂 不是已经禁用很久 而且猪砂很贵 怎么会用到中药里面去 你不懂 大家都会觉得它是禁药 可是其实猪砂这个争议 已经在这个中药史上面了 已经很久了 它是个争议吗 争议啊 因为它 它不是有毒吗 有什么好争议的 之前啊 在我们的神农本草经 它是列为上品 上品 对 它是很贵是真的 因为以前那时候 不是跟价钱没关系 是因为它的效果 效果 它可以就是义武脏啊 补武脏啊 补气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还可以 有一个效果就是比较特殊 就是它可以杀鬼魅 啊 现在在七月 你跟我说杀鬼魅啊 对 体内还有鬼魅啊 就是你知道 以前的精神的这个部分的病 就比较没得治 是不是 然后你就会让它 就是比如说 像躁愈症 忽然间敢打人 对不对 那他们不懂 这个是 但是它觉得是被鬼附身 对不对 所以要驱鬼 打鬼 杀鬼 那所以呢 以前这个药里面 它就会 因为它这个药本身 它有安神的作用吗 安神的作用 这样 但是呢 后来呢 因为它这个药 你知道 申报药药已经离千年了 几千年了 到现在 那这中间 有医家就会觉得 你因为它是矿物 金石类的 所以都会觉得说 这个吃多了 这个身体可以代谢掉吗 所以很多问号 对不对 所以后来就一直演变 到后来这个像那个唐朝的 这个有一些医家们 然后我们在医书里面就发现 他们会列 把它列为有小毒 有小毒 有小毒 所以 但是它有小毒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经过适当的炮制 炮制就是 我们有些药要经过 比如说该炒的要炒啦 比如说像我们有些药材 经过这个盐水啦 或者经过姜炒过 或者经过黄土 综合它的毒性 对 这个就辅料 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姜啊 黄土 那这些呢 把它炒过弄过以后 那它就 诶 毒性就会被这个就是 综合 综合掉 综合掉 就像说 哎呦好辣 我们用一点什么东西 给它那个 或者是说 像有时候吃你吃麻辣锅 那它可能就会用点麻油给你 把那个东西包起来 综合一下 那这个朱砂那时候的炮制方法 就特别重要 那就是像珍珠粉一样 它会用水飞 水飞的意思就是 用那个 我们现在的那个 有很多的研磨器 比如说这个珍珠粉 像现在的珍珠粉的研磨 它可能就用研磨器 嗯嗯嗯 这样高速把它旋转 磨掉 磨下去 那会磨成那种细粉 可是这样的时候 它这个 因为它就嗯嗯的时候 它就产生热 那所以这个东西 它会产生它的毒 还没有被解除掉 所以通常我们用水飞的意思就是 会用手工的 然后用脚 脚踏 然后上面手 这样子螺旋的 刀子在上面 这个是用手工慢慢去磨 那慢慢的弄的时候 它那个粉会掉在 就是有水的那个上面 那一层水 就是我们要的那一层 就是它很细 它才会浮在水上 了解 这个水飞 那所以这个真正传统的珍珠粉 它也要经过水飞 那所以水飞的时候那个就够干的嘛 所以它的价钱 除了材料 海珠淡水珠之外 它的材料就很贵 它的那个手工的这个很贵 加上材料 所以珍珠粉传统的就是不便宜 你用这种传统的炮制 我知道 而且它前面 在我们的医书里面 或者我们传统炮制 还要经过人奶跟豆腐的什么 珍珠 之后 人奶啊 母奶啊 以前没有那个嘛 以前没有不腥牛奶嘛 现在会 以前很少牛奶 对对对 然后就用这个 这个去水飞 那这个珠沙也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的医家就规定 它呢 这个有著名的很清楚 你一天只能吃大概 大概0.1到0.5克 一点点 0.1到0.5克不到一克耶 很少 很少耶 一天哦 这样子 而且还有限定时间 就是你吃一阵子 状况好就不可以再吃了 然后孕妇也不行吃 然后那个我们像现在 那个时候还可以吃的时候 肝肾功能问题也不能吃 这些 那所以它其实有明确的规定 大概民国94年的时候 它是被规定说 你的这个贩卖不可以贩卖 现在还能用珠沙吗 中医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不能贩卖这些 是是是 到了99年就是 连调剂都不行了 调剂不行了 就不能用了 都全部不能用了 陈列你都摆在那边都不行 那所以99年之后 就全部都不能用 但是为什么会市面上有珠沙 是啊 因为那个宗教啊 想说我们那个7月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吗 天下的狐狸嘛 对对对对 那人用那个珠沙来笑 因为那个跟就杀鬼啦 驱邪的这个部分 鬼魅 鬼魅 鬼魅有关系 那因为这个杀鬼魅的关系 所以他在宗教里面 或者是有一些带有一些什么 类似宗教的仪式要用的 所以我们叫珠沙笔给他画上去 对啊对啊珠沙笔啊 对啊对啊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 现在是用在这一类 那或者是有一些是 可能会用在一些工业用吧 那或者是艺术 有没有 那个艺术上面要写那个 比如说颅翼 那个颅 这样用那个珠沙 它就不会褪色的啊 它就不会褪色 然后又可以那个虫也不会咬它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胡医师 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这一次这个出示 这个是非常在中部 非常知名的众医师 甚至连这个胡志强市长 都去看过 因为我觉得他的专业知识 应该应该不差 怎么会误用珠沙到 让人家中毒 这个太奇怪了 你不觉得吗 我们觉得 我们现在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会在他的药材里面 因为传统里面 有一个处方叫七宝五宝 这些都会有蛛杀 以前很小的时候 像我们那个小朋友很小 二三三十几年的时候 有没有 有那个七宝伞 那他就是一点点那个 阿嬷呢 这个送那个 有小朋友那个的话 他就会伸出来 他就给你一瓶 小小的 然后妈妈就要用那个手指头 沾一点点 给小朋友吃 抹在他舌头上 抹在舌头上 就是让他避免他晚上乱哭 了解 因为有的传统就说 那个晚上啊 小朋友他是不耍睡 然后他会看到 不该看的 可是那都是以前的事 古早三十年的事 对啊 现在 也就是说 以前是在用的 那那个 我们传统里面 像这个珠沙安神丸 然后这个五宝伞 这里面都有 但是现在的 有一些科学中药厂 他有出这个 但是因为那个珠沙被拿掉了 就没有 珠沙不能用啦 对不对 你应该说99年 所以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好像那个医生有说一个说 他好像被厂商 骗了 可能是用错药 就是他买的是珠沙 可是厂商给他的是什么 可能是签单 那签单是干什么 就是你小时候 有没有贴过那个高药 有啊 高药 那个高药的 那个成分里面 就有那个签单 或者是那个工业用的 那个水管的 那个保护的 那就是有多 签单应该是 因为他是外用的 所以不能吃 不能吃的 但是问题是 他的那个颜色 跟那个珠沙的颜色 有一点点像 但是珠沙颜色比较亮 对吧 然后再来就是 价钱差很多 就是那个珠沙很贵 然后那个签单 价钱便宜很多 甚至有时候差2到30倍 这样 那所以1到30倍的这个价差底下 那是不是这个厂上 但是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医生应该有在用 不然他为什么会讲这个话 所以我们就搞不清楚 奇怪那个 但是因为这个医生已经 行医至少有 我看应该有2、30年了 你在中部非常有名啊 对 那行医 因为他很早就那个嘛 就开始行医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估计说 他以前刚开始行医的时候 是什么 没有被禁止 就是那时候是用药 他就一直用到 他是不是不记忆 还是怎么搞不清楚 因为后来才被禁止嘛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些都没有珠沙 那甚至于所有的这个科学中药里面 因为科学中药也有那个嘛 也有那个五宝伞 也没有这个珠沙存在嘛 所以就觉得说 但是问题是这个哦 这个医生他本身是在治那种比较疑难杂症的 新癌症 了解 那这种癌症的重症 那所以是不是这些癌症重症 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呢 需要用到这个 但是他的量应该有被控制 不然你看看看 要2、30年怎么可能 跑了多少人中等了 一定不会算现在嘛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大家理智分析 跟这个药商 应该那个也不是药商 那个自己施进进口的 这样 了解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我们的郑文豪市城 哈喽 欢迎回到郑文豪市城 我是郑诗城 今天请到是知名的中医师 吴明竹吴医师来到现场 我们很多台湾人干嘛 也喜欢去看中医 吃中药 比较没白癌 比较有副作用 吴医师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科学中药出现 也是最近这1、20年的事情吧 大家说科学中药 有人像我去看中医师 他说 你要吃健保的科学中药 你如果要吃 就要现煮汤药 就很贵 可是我说觉得说 你科学中药不就是那个汤药 变成科学中药吗 为什么价钱会差这么多 所以你觉得科学中药跟汤药 大家觉得说汤药感觉上会比较 药效比较好一点 科学中药可能效果就差一点 可是这一般人恐怕没办法解读 他其实对我们专专业的人 他就是其实很容易清楚 因为科学中药就是其实是我们的科学的这个中药厂 那他去这个采购中药材 就是我们煎的那个中药材 对不对 大量熬煮不是吗 把它变成粉吗 对 但是他大量熬煮的时候 为什么会变成粉 因为他要快速的就是把它跟这个复行剂 那所谓的复行剂就是喷出来的东西 他把它煮好要喷 喷跟我们的淀粉类的东西粘在一起 那高级一点你可能用的是山药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用的是什么 这个玉米粉 马铃薯粉 那为什么用这些是因为他这样子 他这个水高速的这样喷出来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复行 所以你才会变成看得到的粉嘛 对 不然他就变成糕糕粘粘嘛 对啊 因为要快速的这样 而且温度很高 那现在就在这里啊 就是说你用多少比例 对 譬如说你用的这个玉米粉 或者是这个马铃薯粉 这个用的是5比1 或者是6比1 那是不是药效就在这里 药才1嘛 对不对 所以它的效果 价钱在这里 价钱 如果你的那个复行剂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是不是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那个你会发现说 这个有些药厂的时候 他厂商啊干嘛要投标 那他这价钱可以拉很低 他就可以得标 对不对 但他的药的成分就有差 就有差 但是他还是有效果 因为他还是在一个这个就是 就像说我们在医生在用药的时候 我可能在我这家诊所 我要决定我要用哪一厂的 还有一些人是那个公家机关的 那他们就以这个低标嘛 稍微的得到 但是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就不能这样 我们就会把药效 就是拿去检定多少多少 检定刚刚的 比如说是不是有重金属 还有对啊对啊对啊 刚刚中金属啊 葛啊 生啊 签啊 这些就是五大中金属的这些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有没有农药 残存 这些 然后还有 你的药效 查到多少 那这个可以检查的出来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甚至于有好几家 那要去检查 发现这家的高 但是他价钱会贵一点 那你也觉得 因为你这样子 你不要用很多药 病人吃下去 就达到他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部分 所以价钱上面 跟这个药厂就有比例上 所以有一些那个什么 销欧洲的 销欧日本的 他们会在很严格的管控底下 所以我们在用买药的时候 我们基层的医师上面 这个就是做一个检查 跟检验 跟那个你要买什么 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 你刚刚提到的 传统的这个中药的 这个煎煮的药汤 或者我们叫做影片 那这些东西 会变成像饮料一样 因为我有时候 开给那个外国人 就要讲Chinese coffee 因为它很黑呀 然后又苦苦的 而且你们就是 可以帮忙煎煮 然后就是放在 煮完以后放在冰箱 就一袋一袋嘛 就有时候会这样子做嘛 对不对 那甚至于有些那个药厂 也会出来就说 我们帮你煎好了 然后呢 你一包一包的 而且吴医师 对不起啊 因为我外婆以前去一家中医 她那时候中风嘛 然后她帮你煎煮好 效果真不错 可是因为她那个叫做 秘方 她也不让你看到 那个到底在煎什么 反正她就汤汤水水 送到你家里就对了 有时候也会这样 对不对 你们中医师会不会 所以每个人都自己的独门的秘方 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一定会有这个秘方 但是或者是厌方 那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处方 但是处方是处方是不是适合你用 那个厌方一卡车好用的没几个 那所以是不是适合 比如说药是死的 假如说是一个处方 人是活的 对 那人呢 你可能甘心脾肺肾 五脏六腹 有点哪个地方亢奋 那现在大家职业病啊 睡不好 所以肝火 这个肝血不足 肝火很旺 所以大家都感觉 哎呦 清肝火的药 这个给一点 但是呢 脾胃很弱 要吃了稍微苦寒的 轻一点 火的 那个开始拉肚子 所以这个脾胃的药要用进来 会要调整 对 要调整 所以呢 你说的是秘方 或者是厌方 它其实是在一定的一个处方底下 但是它会加什么东西 了解 那个比例很重要啊 对 那所以呢 这个药汤呢 就是原方原知 就没有加什么东西 但是呢 就是要做加减的处方 那所以就是对照你的症 所以你那个阿嬷的 或者是你妈妈的 要你拿来自己喝 可能就烙晒啦 所以 不能换一个人喝啦 所以说你虽然说的是秘方 但是在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的那个药汤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影片 这个部分 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什么 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到底这个药材 有没有受到一个什么 我们所谓的检验用 一般来讲境外 境内 所以如果像有些欧巴桑 有没有自己去菜市场 然后菜市场摆一堆 哇一堆中药 一中药材 对 然后就会发现它比市面上的 这个生药房 买的药材的价钱差很多 甚至有的时候只有它的多少分之一 那能买吗 那也就是你会发现说 啊那个能买吗 因为有时候 我就看到什么红枣啊 黄芪啊 什么然后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片啊 然后都摆满的 嗯 我看了 我是不敢买 嗯 因为我觉得说 给小茶茶茶 那种农药 还是一些走私进来 我会知道 嗯 对不 也就是说 如果是像我们一山厂 那个市面上 一般看到的那种 钥匙童间 比如说像枸杞子啊 红枣 那也就算了 对 可是有时候是一些比较 珍贵药材 奇巧的 这种药材 像是什么 像我们是不是在临床里面 看到那个 阿嬷呢 拿那个当归 那当归一个 那当归什么 当归头啊 嗯 我们一般好的当归 都是用什么当归身啊 了解 那这个当归头 硬硬硬 然后还上面还有这样 黑黑 然后还有点发霉 在市场 那我说 你这去台买 他说我市场买的啦 很香的 因为他会喷那个当归籍 所以表面上很香 可是他其实是什么 喷的 假的 所以一切下去 颜色里面甚至有那个 不一样的 那个草铺的那个 所以他买错东西 而且甚至于是买贵了 因为那种根本 有时候我们都不用的 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买 然后再来就是 真的要小心 中药真的不要自己乱买 有些东西我们以为是他 其实不是 然后甚至于他们买一些 那个一节一节的 看起来像东虫肖肖 根本不是 那有时候甚至也买到有什么 毒性的 那个乱吃一通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还是要小心 不是说摊便宜 因为他毕竟不是说 穿的外用的 那是吃到里面的 那长期吃的话 这个东西就会累积他 我们一般说的 刚刚说的 什么重金属啊 或者是农药的残存 这个还是要小心的 我觉得吃药哦 你如果没有就不要吃 不然的话你真的要找 比较有信誉保证的 不然你说这个是农药 不然你吃到那种重金属啊 农药啊 累积酒的 哎 比没有吃较害呢 哦 怒加怒伤身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 真的你要吃就要吃 比较真的有保证的 一般啊 那个急症要看谁医 你怎么会调进了看中医 是这样子吗 因为各有专长 那所以说呢 其实像我们在看诊的时候 有一阵子啊 那个我看病人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这拔麦拔麦就觉得 这个病人怎么搞 就脸光一闪 因为他来 我觉得有两三个病人 他们来看的是那个痛 然后痛是痛 痛哪里 痛是踩踩踩啊 肩膀啊这样子 然后很紧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幅度有点大 为什么 他那个一个月 或者半个月就要来 给我放学一次 因为我们这个有些哦 五十肩 五十肩 去做复健 复健效果啊 就是 烤情不错 可是后面就顿住了 然后老是痛痛酸酸 那因为这个病人 比如说他是一个那个画家 这样子 那女生 然后蛮漂亮的 我说 那大概也四十几岁 我说你这个放学 我刚开始用针灸 越来越好 到后来呢 我觉得好像传父 我就说 那他说也还没什么效果 我说 我哥你放学好了 然后就把这边的淤血 高荒那样 就要放掉 放一下 放的话 哦 就好很多 那像这种放学的 像我以前碰过的病人 是双双双胖胎啦 然后那个妈妈很累嘛 一天到晚 你看两个 一个抱着一个牵着 然后还要做工作 对他大概会一个月来放一下 这个不是哦 这个两个礼拜 然后麦拔起来又觉得 我说 那你能说痛的时候 会不会往这个上面 肩颈上面这里 然后锁骨这里放射 他说有时候会哦 而且会就有那种 这样扭着扭着 那麦拔起来也有那种感觉 就紧 那我跟他说 我介绍你去做一个那个 那个乳房的检查 我说 你可能要做稍微那个精密一点的 就是那种 有的乳房是那种X光 可是有的是压在那个胸部上面 他有分那个 就是超音波 对 还有摄影 对 那现在甚至于有那种持症 持症就是最高级的 对 持症 然后那个持症要打药 然后进去 一检查就发现 他长了一个乳管癌 那是很严重吗 还是 这种乳管癌 不容易被检查到 不容易被发现 对 那如果被发现 大部分都已经比较后面一点 因为他 而且他长得靠近这个乳头的旁边 这样 不超过一公分 凹来 这样子算是好啊 因为什么 早期发现 早期发现嘛 被拿掉的时候 根本就不用 不用化疗 对 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呢 在这个部分 我刚刚用到什么 中医的 然后诊断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这有问题 就追到什么 西医这个部分 赶快把它拿掉 所以你看 这两个是不是 我们有中跟西医在一起用 这样挺好的啊 对 所以我为什么 那有些病人可能会 我们还碰过病人 就是已经第二期了 然后跟你讲说 我希望用中药来治疗 第二期的乳癌 那我们会觉得 假如已经检定出来是乳癌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恶性肿瘤 你就必须要先 他跑得很快 对 那我们有时候那个速度上跟不上 追不到 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会 像我们这种 我们就会直接什么 找那种 我们大家呢 比较有信任的医生 直接 然后赶快把他报告出来 赶快给他 你要赶快做 就是你先去做西医处理 然后再来调养 我来帮你调养 对不对 他或者是一起 OK 也行 中医中医就是中西医 一起治疗 因为他要把他先拿掉的时候 我们在中间他可能害怕啦 睡不着啦 或者是在做这个 有时候要做化疗 化疗的过程可能就吃不下啦 烦躁啦 撂头发 那这些都可以藉由中药 所以这两个 你会发现是不是 并行不备了 对 但是快很准 就是什么 对 西医这个部分的外科 你西医中医都可以去看 看你的状况如何 对 那甚至有时候会一起用 对 让我们协助他度过这个 了解 好 我们稍微继续继续 让我们正午好时辰 看透新闻玄妙 好时辰 预测时事动向 好时辰 正午好时辰 听郑诗诚 铁口之段说新闻 哈喽 欢迎回到正午好时辰 我是郑诗诚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施知名的中医师 吴明珠吴医师 谈一个流行的话题 现在那个新冠疫情 大家都要中医师 自己来调整 来调养 你认为 我不要说用哪一种 你认为用中医师 自己来调养 对于这个抵抗 这种新冠疫情 真的有帮助吗 你还发现最近 那个各种的这个剑 包括那个 大家都一直在争论 逆时针反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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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锁表 全部检查或者是要铺检 那我们站在医生的立场 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过得好像还可以的话 基本上不要增加恐慌 我们就觉得 就是免疫力顾好 因为你可能已经什么 像这个年轻人 搞不好已经被传染过了 可是他已经有什么 有抗体了 那所以他检查的 那个身体里面血液的那些浓度干嘛的 他一定会出现 可是他并不是那个 并不是现在有传染性 现在对不起我天外问你一个问题 新冠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人讲 医师你拿一些油 让我调用一下 我要对抗病毒 应该很多这种人吧 有有有有有 因为这是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的SARS的时候 对17年前那个SARS 2003年 对吧 那时候不是SARS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药医吗 对不对 刚刚搞不清楚 而且现在不像现在这么那个 那个都是只要发烧就不行了嘛 或者不是不是开那个就是 那时候是知识性疗法 对啊 那现在 所以大家的经验就是 那时候没药 可是众医那时候有用一些药 可以帮助我们那个 调整一下我们的免疫力这样 那所以说那时候的病人 有些真的还要出国 那他就会说 为什么你快点给他开一些油 我哪家哪那个 我还要我业务上面需要怎么样出国 那还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 那我们就是会给药这样 但是给药也是在把那麦以后 看见他的元气 尤其肺这方面比较不足 我们要调 那肝火比较旺 就刚刚看阴阳各方面 互相给他做一个什么 增加或者是把它减少 所以所以你如果要调养 还是要去看中医师 那因为 不可以自己买油了 不可以自己做医生 因为要对到你的正义 对就是中药 刚刚我们讲过了 中药就是要调整到每个人的体质 这跟西医的一个药丸就这样了 可是中医的话 他因为他这个处方 他就是可以调整这个多一点 这个少一点 适合你的这个身体状况 对呀 因为人家好穿的鞋 不一定适合你 你都穿的这个 对对对 调整一下 那再来就是你可能肝胃很弱 那可是你要吃这些 抗病毒的药 那基本上还是会有一点什么 还要清热解毒一下 但是用量又不要太多 因为你就不是生病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增加减少 这个叫一个处方的 就是量身制作的观念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有时候那个麦拔起来 觉得这里有点怪怪的 可能舌头再伸出来一点 然后不然就是再 火箭道 舌头再伸出来一点 再看一下 那或者是说 刚进来的时候 这个麦相拔起来 因为刚从外面进来 那个麦相就很浮嘛 就是心脏跳动比较快 然后再来跟你稍微讲一下话以后 我们手又搭进去 就会觉得 现在才是真正的麦 那可能病人就说 威士尼亚都有拔过呢 我再拔一下 甚至有时候就讲讲 我就搭上去 就又伸出来 然后就再开一下药 甚至有时候 因为复诊了 就大概知道它的麦相在哪里 你一把就知道 你现在感冒了 你快要感冒了 所以中医师这个部分 他会有一个 它的麦相的基底的 还有你一直都是这种 因为有些人 他的遗传的关系 他的麦相就是 有点心率不整 可是他还可以 因为他一直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把他的心脉调整一下 甚至于有时候没睡好 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会养你的心气 这样睡不好 心脏都越来越差 所以一定要让他 也要睡得好 所以心神心神的不安 这个部分要让他调整 你知道以前 我有个长官 就是你知道把麦 真的蛮神奇的 我有个长官 因为他想怀孕 他跟他老婆 然后他就把 找到一个很致命的中医 结果他就开始把麦 把麦说 不用啦 你已经怀孕了 因为他听到两个麦相 就是另外一个 你们把麦 连小朋友的麦都拔得出来 很厉害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麦相 像我以前有一次 劳动节 因为劳动节基本上 中医会看病 因为他是劳工的 甚至不至于 大家劳工有时间可以看病 所以有时候劳动节就会 那接着有个病人 他就来看 他已经好像结婚一年多了吧 然后来把麦 他想生小朋友吗 会让他看不孕 那我就说 怎么搞的 我觉得里面有个好像小猪子在那边动 哦 真的哦 就猪脉 就是跟他一个小结结 所以那天他已经怀孕了 对 但是问题就是 他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好像有了 他就看我一眼 他就说 卫师 我是来看不孕 我说 对了 我知道 那我就 我就把他的药 其实我开的是什么 安胎的药 了解 对对 然后 你知道 回去以后 五天后 打电话来 卫师 他说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吃五天了 那 那 我这个 要不要紧啊 那我就 我只好回 让他 激起他的回忆 我说 我是不是跟你说 我觉得你好像有了 你要记不记得 因为那个上面的病例 我记 有著名这样 然后他就说 对啊 他会说 你开的药 就是在安胎 因为其实他可能每个月 都有安胎 租胎 按结 可是他都不知道 或者是说就是 那个 齿工不要 了解 所以他可能就过期 然后就来了 那像这种 我们就会直接先安 这样 那不就好了 然后再 所以你会发现说 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底下 但是也有的就是 太晚来了 那这已经就掉了 那这个也是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 讲到现在 我觉得很总结 就是说中药 虽然效果不错 可是你不要 自己随便乱买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那个早市 买那个西洋参 后来发现说 西洋参是寒的 你也不能吃太多 对不对 然后我就说 你不能 他买了一大盒 后来我送给别人 然后就觉得说 很多东西 你不要自己随便乱买药 就是要经过 中医师的 帮你把个脉 帮你看一下状况以后 调剂出 最适合你的药 这样才才好 对不对 他现在有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 你在不适当的地方买 虽然是买 是真的是西洋参 可是你可能买贵了 对 那或者是说 买了里面呢 有参加东西 比如说 像我们可能去外国 我很喜欢买那种什么燕窝啦 对 那上面黏了很多 对 包括我自己出去 那个印尼的时候 那个一直在你推销 然后你一看 诶 这里面黏了很多 那种联合剂 那就重量很重了 对 里面有很多胶 可能是那种胶 不是燕窝 然后颜色也不大正常 然后翻过来 因为它盖着 你会看不清楚 可是翻过来 它可能来到黑店 就有发霉 所以这个你都 如果你在那边买 买回来 你根本没得到啦 对不对 发现泡了以后 根本就是几根 在那边跑来跑去 就那个胶都不见了 所以那就是会吃亏上当 然后再来 就是不是真正东西 吃了以后可能有状况 因为那些东西 都没有在一定 那个吴医师 你行一这么久 像药材你会选 就是我们药材的分 台湾本身自己有 中药材有在种植吗 有一些有 但是它的那个 很多都大陆进口的 现在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像台东 还是哪个地方 有还就种那个红枣 但是量太少 不够我们用 红枣算食品 红枣平常可以吃 也可是啊 但是这一定不够我们 我看很多枸杞 都从大陆进来的 还有川崎 也是从大陆进来 川崎 因为那个云南的 那个川崎 就到底的 很漂亮 那这个就台湾没有 就一定是会在 但是这个部分 会进来的时候 要经过 检验 进外的一个检验 然后再进来以后 还要再检验 所以怕说给你 那个淤木混珠 所以这两块会 做一些检查 所以不是说只有这个 科学中药有检查 有一些像我们这些 商家啦 都跟那个医生啦 或者是我们的 中药的这个协会 中医师的工会 这些 他都有一定的一个网 在做这个 系统 在做这一个部分 我节目刚刚开始讲过 我说现在流行 那个龟鹿二仙椒 加上鸵鸟骨 然后就是 我们像 我有在吃这个 什么粒啊 让龟鹿 你觉得那种 那种东西 他们说 哎呀你看这个鸵鸟 人站上去都不会断啊 什么鸵鸟骨啊 干嘛的 我不晓得 这种东西 现在这么流行 真的有效吗 这个 因为这个是有一些 固定的这个厂商 那绝对不是药商在卖的 那个叫食品 那个不是药 对 对对对 那这个食品 可是他就有宣称 疗效的嫌疑 在这里吃贵 对对对 因为他就是要 听说啦 因为他这个东西 就是专门卖一些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 他们要骨质疏松 干什么 然后走路会有困难啊 对不对 对 那所以他 而且你会发现 他全部 强力的放送 在一些 就是某些时间点上面 就是不是就一台 非常多台 所以他这个部分就是 让他有点洗脑型的行销 这样 这样 没有啦 温医师 有好有好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 你不要吃过 因为对我们来讲 这些东西 有个缺点就是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疗效 我不知道 然后再来 他是不是一碗汤 配多少公元 还是大部分都是粉 对不对 我觉得有可能啊 就是说 那个表面上 这个学理上 好像是这样 可是里面到底有多少成分 你想想看西医内科 一颗药丸 95%都是淀粉 只有5%以内才是所谓药效 因为他不跟你 所以这种东西 我希望大家看看就好了 不然你花大钱去买 到时候没效 人不是买得钱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价钱这么贵之下 你也搞不清楚说 到底他的有效成分 大概占几% 所以这个 那我们就 不到了解 他当然要一定的 这个在所谓的广告底下 因为我有看过那个广告 然后请很多知名的 对来说效果如何 我觉得大家真的看看就好了 不然的话我以后要 我找吴明珠医师来唱歌 然后我要卖药了 我要卖了 归入什么家了 不过这个倒是有 有那种 那天我还碰到一个 不是碰 就是人家打电话来叫我 就是要做这种类似的 真的哦 我说我不行 好我们因为时间不关心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哈喽 欢迎回到《真无好时辰》 我是郑士辰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 知名的中医师 吴明珠吴医师 今年夏天很热 那我们怎么样 就是让自己 不要火气这么大 然后让自己 在这种夏天 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一点 吴医师你觉得呢 我刚刚在想 今年的夏天 其实夏天已经过去了 因为前几天就除暑 除暑就是夏天的最后了 那个以前那个 中国的节气 现在不管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在处在一个生态上面 都比较偏热 对 所以现在已经 虽然已经秋分 进来秋天了 可是大家还是觉得 不过还是有一点哦 你会发现早晚 它的那个温度 稍微低一点 比较凉了 凉一点 然后晚上的时候 你会穿一个小外套 这样子 还是有一点感觉 那也因为这样 就是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现在中医来讲 叫长夏 就是它会比我们 传统的夏天又再长一点 可能你要过了中秋以后 可能再真正的 就也是比较凉一点 这样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吃的食物上面 可能就开始什么 以前我们天气很热 中午很热 可以吃瓜 西瓜 哈密瓜 随便你吃 可是进入到夏天之后 你可能就变成说 你可能早晚 真的就不要吃瓜了 那甚至可以吃 比较中性一点 因为气管最明显 你会发现最近呢 那个温度呢 感觉上还是这么热 可是气管最明显 最近那个鼻子过敏的病人 又开始了 又开始 然后我又会干咳 对不对 就出现了 所以在这个初 开始来的这个秋天里面 气管很敏感的 就会感觉到 所以我最近在看诊的时候 就会发现 那个来看那个皮质 那个流鼻水的 就这阵子 我那阵夏天还好啊 现在这几天呢 你看看 我现在跟你讲话 你就一直流鼻水了 像我也是啊 我吃个东西 吃个冷的 吃个热的 它鼻水就流下来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鼻子 好像就马上就感受 这个温度的变化 对 所以这种天气的变化 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以现在的状况来讲 我们可能 如果你是常常 鼻子过敏的 或者是有气喘的病人 那现在你可能 要把你的那个瓜 要煮过了 或者是少吃了 啊 瓜煮过了 然后 可以啊 放冷吗 苦瓜啊 冬瓜要煮吧 对不对 那你西瓜 哪有人吃西瓜外煮的 对不对 对啊 所以那有的小朋友气管又不好 特别爱吃西瓜 因为西瓜蛮甜的 那它甜度有11 但是它比较偏凉 那所以说我们终于讲 这个西瓜就是天生白虎汤嘛 但是它真的看起来 颜色很漂亮 对不对 那小朋友爱吃 那这个气管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 你换个啦 你换苹果啦 对啊 苹果少要多啊 可是 最后因为时间不多 我想问吴医师一个问 因为像我们的这个 资助人韦谦 年轻女孩 那夏天你会吃冰淇淋啊 吃冰啊 对不对 喝凉的啊 好像中医认为说 最好不要吃这些冰品 对身体 其实吃下去很舒服啦 整个觉得把这个 那个暑气全消 可是吃下去之后 对身体不是太好 是不是这样 分两个层面讲 一个就是 你的体质 那有些小女生啊 她是体质很好的 就是说呢 就一天到晚运动啊 然后生活自作息都很正常 然后月经奶也不大会痛 那我们就会让她中午吃一点 中午吃一点 那不多 那有一些是 月经奶也痛 一天到晚拉肚子 可是嘴巴又很想吃冰 抱歉 你可能就跟她没缘 这样子 等到 吴医师 那是年轻人 年轻人 没你吃一点的啦 哈哈哈哈 对啊 吃吃很大点好不好 对对 但是问题 为什么这些小女生 到最后会投降不吃 因为什么 每次月经来 痛得没有 好像割肉一样 哦 这种会影响体质 对 因为痛哦 月经痛 有的痛到会 熬熬熬熬熬 那个叫什么 救护车都会来了 那所以这个 基本上 当她有这个症状以后 她发现说 止痛药都没笑的时候 一天吃四颗也没笑的时候 她就会开始什么 回归老人家的禁忌了 那她就 所以有时候病人来说 哎 哇 你现在月经来 比较不疼 她说 你叫我们不要吃 那吴医师 你那没有月经的男生 年轻男生 可以大量吃这些冰品吧 嗯 你不要以为哦 可能有别的副作用 对 尤其是气管 还有我们的肠胃 他都会抗疫 所以如果你去爬山的时候 哎呦 快中暑了 要不要吃一点 OK啦 但是呢 完了以后 回来吹冷气 然后呢 吹冷气又 中午又吃西瓜 晚上又吃了那个 刚刚说的那些 那些冰淇淋 冰淇淋 你就发现隔天 因为像中午秋天 就开始了 就腹泻给你看 真的哦 或者是肠胃型的感冒 所以不要逞一时之快 也就是你身体 其实会告诉你 我状况出来了 所以夏天 冬天夏天 就是炸的偶尔吃可以 然后冰品夏天 偶尔吃可以 就是 偶尔吃 而且要选太阳大的时候 在太阳底下吃啊 就是中午嘛 对 中午啊 你可能在外面走路啊 或者是什么 你可以吃一点 但是量的不多 比如说你可能 三球冰淇淋 你可能只吃一球 三球不行哦 三球虽然蛮正常的话 你可能 那个隔几天月经来 就是哎呦啊 这不舒服 所以这些东西呢 对女生来讲 还是一个养生的时间点 你还是可以吃 那甚至于你的冰淇淋 可以不要选那种嘛 我们选那种有僵的 但是真的还是冰嘛 所以还是量而尽 所以就算年轻的男生 女生都要小心 现在那个冰越来越大 好大一盆啊 我也看过 好大一盆 他们有年轻男女 就一起吃一盆 一盆好大 可是吃下去 对身体不是太好 就偶尔是可以 控制一下 如果要尝试 对 好 因为时间关系 非常谢谢 我们知名的中医师 吴明珠 吴医师来欣赏 谢谢吴医师 谢谢 也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 待会儿请继续收听的 DJ Lex所组织的POP国际前欧美航班 我是郑师成 我们下周 正午好时辰 同时间再会 拜拜